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演员的朋友他们都很热爱音乐 尹正也是其中之一 而且他是音乐学院毕业的 你是模仿秀还是你就是尹正 我是尹正 他当场就没有战胜过其他的素人 唱了一首歌就离开了 对在我心里面印象非常深刻 我建议无论怎么样歌你们二位就是 一定要找一个互补的 hip hop 的一定要有 喜欢吗参与吗 我参与我可以啊 我可以 是惊喜就是印证 他确实是有很多的想法 我刚才脑子里面傻 既然我们走就是中国航天致敬这条路 那就是一开始前作起来的时候 其实下面场就是全岸 就到天上有 是卓哥已经 就飞起来了 跟着他飞 然后或者是身上有那种夜光条的 现场一黑之后 我们再有一个滑哨一点 它的律动是向上 最适合的是前面的一点 那个东西 好 最后我们五个人一起推到嘴前面 下的拳 一跺下 烟花一起 再见各位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现在我把我捆不起了 其实我们五个人啊 就像真的金木水火土 都不一样的 但是一旦离远的时候 如果中间被填满 当时一个多么大的东西 金木水火土 而且跟这个太空 我就是说就是跟太空有关系 这个太有深度了 是的 是的 其实卓哥提出的意见并不多 他反而是就是说 尽量的去配合了弟弟们的想法 卓哥真的他做到了绝对的尊严 再也不要 不是不是直 就是现在歌之前唱的是 我再也不要 再也不要 但是我们现在试一下就 不往下滑 我再也不要 再也不要 还是滑的 我觉得大哥 对自己没信心 卓哥曾经有想过退赛 因为这不是他的领域啊 这是一个音乐节目 如果说你要我去练武术 我肯定是最后一名啊 大哥退赛了 没人造了 就不行 一定不可以 他会保护我们的心灵 他会尊重我们的尊重 那我们就一定要去尊重大哥的全部 我们现在组里面最大的优势 对 黑帕是在现场非常有煽动性的 对 然后海权哥可以做到一个全场齐唱的一个效果 然后 卓哥的动作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对 然后我觉得卓哥应该放了X帕 我觉得也是 队长应该在X帕出来 对 对对对 把X帕直接变成一个空夫帕 对对一个空夫帕 功夫那还行 可是因为他是太空 有没有跟太空比较有关的 太极太极啊太极太极 被表示 卓哥要是演的那个太极那个也很好 哈哈哈 可以 这是我的命便携式的一个蓝牙音箱 好像很厉害的 啊我今天大我觉得今天大家推荐的好多东西都好想卖 哈哈哈变成一个 带货现场 对带货现场 我帮你准备了一个礼物但是 他没有那么快做出来 你不要给我礼物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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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嗯因为 就是要么就是结束的时候 如果我能留到最后就是结束 要么就是我走的时候你就会收到了 就是现在不能告诉我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 是我我很用心的去做的一个东西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一定要留下来 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之后 我很我想留下来我甚至想留到最后 因为很想跟哥哥们在 我们中国不是刚刚发射了神舟十二号吗 如果我们是在太空上面迷航了 然后神舟十二号就来接我们 然后我们就给他这样离开地球表面 有请赵文卓部落 为什么是街道办事处啊 为什么是街道办事处啊 因为我们就是为大家谋福利 为了大家更开心 对 好消息坏消息老大 看我的走势 好消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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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哥 我不懂啊 就我作为一个观众 第一下的那个 那个众议一出来的时候 其实给我的耳朵的刺激 还是蛮大的 那我就上痛背了 痛背 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帅 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帅 这个是应该接到我们最后面那边 这个比那个帅 不行 我要找一下酒门绝 看着过瘾一下 啊 手 哈哈哈 哦 哦 来了 回去看了来来干活了 还精彩 星星星星我新来的呢 你的感性 大哥大哥从没没没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咋的了 没事 没事 哈哈哈 打个动 哈哈哈 你们呀搞什么 那我觉得怕他凉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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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道办事后是个大家庭 街道办事后为你谋福利 街道办事后文艺复兴 哥我觉得 有可能是时候我们跟他一起练习 忘记数拍子这件事情 我刚开始学要数拍子 你就让我忘记 刚刚开始还是这样 我得有个过程 我 在刚开始是吧 对刚开始我觉得我以为数了好久了 林正 是吗 会讲东北话吗 会啊 念一段这个词 东北话 我为银银银银银为我 主持公道 主持公道光明磊落 街道办事后不怕入侵 街道办事后文艺复兴 好 入侵 入侵 文艺复兴 你要说东北话吗 别了 文艺复兴 会笑场的 不会 什么什么 他要说东北话 不要搞了哥 就两三个字 不要 真的不要他 跳戏不 大哥你相信我们 我们不会坑你的 对啊 我想想我想想 我想想 好你想吧 其实大哥在音乐这方面是不自信的 他只可能是想让他更更有趣一些 让他更那个什么一点 但是 我很害怕 这个方法从大哥的嘴里面说出来 他明明是故意的 而观众觉得他不是故意的 不可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有点有点冒险 你有时候别那么认真不 我不认真 不是 我现在想的 有些事情 虽然说艺术上的东西没有绝对好与话与对错 但是我唯一能够肯定的是 会让人误会他 对啊 就是平时你像生活上整句说了 生活当中大哥照顾我们 舞台上我们一定要照顾大哥 我跟你讲也怪我们两个 他刚提出来我们两个就炸了 不行不行不行 你换你 你刚刚接触一个东西你说一点 不行不行 你只要他肯定你 他你再跟一下对吧 大哥 大哥你看他走路越来越晃晃得越来越厉害了 你看一下 大哥现在上范儿了我跟你说 起范儿起范儿 哎我们一起全看看 你哎我们全盯上看 你看他有什么反应没有 在一直盯上看 我觉得我们四个人眼神加起来 可能就他一个人眼神还不够 他一看到我们这我就得怂我跟你说 你别瞅一定要看着 盯着他看盯着他看 坚持住啊 结果他最后都没有发现我们 他余光已经你知道了 就是不管他怕了 大哥心里边的想法就是那一群小崽子在干嘛 挑衅我跟你说大哥的听觉觉得是异于常能的 他还有顺风耳 我怎么不知道 我现在都可以听到他撕这个的声音 你听到没有 我也听见了 对那我也是说风耳播 他是在消耗我们的能量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无欲走钢 我觉得有点像 我觉得我们有点无聊现在 对他现在是有试图 我你们仨来吧 你等你等一下他马上就注意到我们了 你搞太多了 你这搞真的有点爱打的感觉了我跟你讲 你们仨来吧 再见 走喽 祖哥 祖哥我们几个人刚才盯着你看了半天 你没发现吗 我们刚才还在想说可能是你懒得理我呢 我跟你讲我也达成了团队里面第一个成就 被大哥第一个踢了屁股的人 yes 要不要达成第二个成就被我拽了一架 哈哈哈哈 接下来单人赛到最后的一组表演 有请张静阵营尹正为我们带来一简梅 静哥呢 泳春吗 唱 不是我是说 文春正听起 郑呢 一简梅 一简梅 郑哥那个一简梅挺绝的 我说实话 但是我真就是我 我不想去 一简梅这首歌我自己也很爱 但是电影播出了之后很多后续的宣传 包括各种的问题 他透支的太厉害了 就消耗的太猛了 导致我到后面我一听到这首歌会有生理反应 我会起鸡皮疙瘩 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哎 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那就是 你逃不了 你逃不了了 你站在那个墙边 先不要回头 先不要回头 三 二 一 准备回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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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对这首歌是有生理反应 兄弟们 这个还是最后考虑的 你会不舒服吗 你刚刚那个感觉 我鸡皮都起来了 我对这首歌是有生理反应的 真的鸡皮划鸡皮鸡皮鸡皮镇哎没有后来是这样 可以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这样的吗 真情 哈哈哈哈 哎我跟讲这个绝对破圈就是为了表演 这个会炸这个会炸的 因为跟你前面还很对称 我们先聊聊别的 不是啊不我们已经不想聊别了 然后突然一下 啊因为我们要把它弄到土就土到底 哈哈哈这边没有资料 对找一找一点 等一下好好好你们等一下你先不 拉扫米扫米扫拉扫 来来来 好来看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哥你等会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吸引人为主的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非常吸引人 很吸很吸 我们先不要掉入一简煤的漩涡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挺进民工 就是歌还是要好听 他说的是对的 因为我们如果是走这个搞笑的这一方面的话 你他就是笑完了 但是那一票他不会 他未必会给你的 但是如果理性的分析 你唱不过自选歌 我也实现觉得 我觉得出奇招没毛病 因为这个不出奇招很难说 这一瞬间其实是很纠结的 而且其实在之前所有的一切 包括我参加别的节目的时候 我都会去跟就是会去跟对方 就是交流 我说我出现的时候别播这首歌 我会我会不适 你别让我唱我会难受 虽然我之前也唱过 但是我就是我真的会不是很舒服 但是什么是责任 责任就是你要把一件你不想干 但必须要干的事情干得很漂亮 我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而这个时候静黄需要我 我一定要站出来 哎呦 兄 他现在是这样子 要变成一个能跳舞的东西 你比如说回归到一个 all school hiphop Y2K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能跳 你有 jack swing吗 不要remix别的歌曲 最好是在他原有的基础之上 就是你的主心盒还是一剪霉 不能让观众跳戏 滤动起来走起来 让现场把观众炸了 真的也是要炸的 还是要炸 就是要炸 对 这样直接的沟通 齐齐比较 哈哈哈哈 你干啥哥 我虽然平时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 但是你放心 这个solo兄弟必须拿下 你们放心 这不用有压力 我 不用有压力 但我告诉你 我绝对把那场子给你搞炸了 杀掉一切 全彻底 必须的 我挺为他感动的 他那么长的时间 都没有去碰这首歌 他出站唱这首歌 可能也是唯一的理由 就是为了团体 而且这种奉献 他是为了另外的六个人 我挺佩服他的 回到北京之后 直接拎着箱子 就去我的制作人 李秋泽老师家伙 两个人天天熬通宵 各种的头脑风暴 电话会议 总之我对这个改变还是很满意 太健了 太好了 又健又帅 三个月只有九十天 而九十天是三万天的一小部分 而在这九十天里面 我和哥哥们相遇了 因为我们拥有同一个梦 所有人一起冲 帅 我们是一票 是一票 有什么 不 不是 太阳 回忆 没 我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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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先进的 对对对 他那个副歌很洗脑 就是你不要看这么简单 越简单都越难写 第一反应我是提阿正高兴 他又做了一个他从来不碰的歌 他那一刻释放 第二感受就是我们这个起照是出对了 影证的这首一剪眉 校服一拖 在舞台上直接呈现了 时代的改变 从个体去符合角色 变成了活出自我 这种活出自我太有力量了 所以其实这首歌 到最后后面的改编是怎么想的 非常开心 今天能够在舞台上唱了一剪眉 大家如果有留意歌词的话 其实这个歌词是送给所有的哥哥们的 也是送给在场所有的观众的 然后我觉得拼音斩机的哥哥是我参加过的最幸福的节目 比如说我在这里感谢几个人 首先第一个 盖 盖首先跟我讲说 兄弟 益姐梅是你的宝贝 你不可以推他 那是你的荣耀 盖 兄弟 兄弟 谢谢 GRAGE GRAGE当知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 他第一声听我说 郑哥 我这里有现场的伴奏 你要不要用 他之前改过一版 然后帮我狗哥也会帮我听 然后帮和静哥 他会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身边所有的哥哥都给了我 很多很多的鼓励 然后希望所有的爱都送给大家 大家今天来这一天 没有别的 一定要开心 我们所有的哥哥陪大家一起 乘风破浪 滚烫人生 说得太好了 来 教教我们吧 那个雪 让我们好好都学一学 对 这个东西是我制作人 叫李秋泽 然后他自己在家里面 弄这个歌的时候 突然间穿着拖鞋 他要动起来了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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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万天又太多的瞬间 他这个步子一走的时候 我们在排练室都差了 因为这个动作他不是难 他是很适合他 很隐证 请张静阵营的隐证 前往火焰密室查看结果 你不用把分数已经在哪儿 所以你不过他也不会变 一零 一零妈五 一零五五啊我们 一零五 等我好相信 一零五 嗯嗯 嗯 我直接拿回来 我没看 我们一起看好吧 你没看 你没看 105 等等等等 你好像在搓牌 逆牌 错错错错错错 怎么这么长啊 错错错错错错 1 2 3 2 3 2 3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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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快快算一下算一下 非常幸福的是从六月份到现在 我当了四个月的自己